哈囉大家好我是B妹 大家這兩天應該過得很痛苦吧 上禮拜只休一天 隔天又開始工作 加油加油 再努力兩天就可以了 今天要來做一個大型玩具 所以首先我們要做出兩台機車 說到機車 每次房東看到我牽車都說機車很危險 要我少騎一點 我是覺得說不然你買車給我 而且騎車是真的很方便 車位又好找 不過身為機車主的我 最痛恨那種不把機車立起來的人 這樣機車側著一次就佔了1.5個車位 很討厭 我現在做的機車是那種 韋式牌的復古款 有一些文青特別喜歡騎這種復古款的 然後後面拍一堆廢棄 身為文青的女 倒是給我環保一點 要說到我為什麼這麼喜歡自己做的東西 一方面是受我爸影響沒錯 他什麼東西都喜歡自己來 不過說到最根本的原因是 小時候爸媽幾乎都不買玩具給我 所以我都是用紙箱自己做各種東西 不夠可憐 看到這邊大家應該都知道我做的是什麼了吧 沒錯就是專門外送的機車 現在路上常常會看到騎很快 在那邊亂鑽的就是美食外送員 你也罵他們就來不及 比他們騎超快 而美食外送最大的兩家 就是FullPanda和UberIn 所以我做了一個外送競賽盤 原理很簡單就是履帶輸送而已 靠著下面三個滾輪 一般來說要越多越好啦 到而懶可以跑就好了 右邊也是一樣的製作方法 確認操作OK後就可以蓋上外殼 準備完成 準備感受最真實的外送體驗 接受訂單後 比賽正式開始 體驗與同行競爭的極致標速感 以及最完整還原台灣賽道的刺激顛簸感 快找你的朋友一起來玩 如果你有的話 一起邁向偉大的道路吧 憲政熱賣中政府補助一台只要六萬八 喂 沒有筷子是要怎麼吃啊 哼 我要給你一個負評 影片 Fer Ve Work 待會兒 詞詞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